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脸上的底妆就是用它完成的 这款气垫我买的时候是79块9 现在大部分应该是不到100块99块钱左右吧 买一个这个气垫送一个替换妆 奥主的肤质呢是下混油冬混干 现在刚刚属于那种皮肤刚刚开始出一点点油 不会说是出很多油的那种感觉 稍微偏混油一点 可能还是偏中性期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测评吧 首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气垫的包装盒是这个样子的 拿到的时候还蛮惊喜的 有点像礼盒这种样子的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气垫 以及一个替换妆 然后他还送了赖怪林的好多的小卡 盒子还蛮好看的 说实话 这外面金光闪闪的就很符合我的审美 因为这次我比较着急给大家做测评嘛 所以买的时候 我抢的时候P01没有抢到 然后我抢了一个比较不适合我的色号 是P00 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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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的一个色号 所以今天可能出来的整体的妆都会稍微白一些 就像对于这种气垫来说看这种气垫就看两个部分 一个是它的粉扑 一个是它的内容物 嗯 气垫的粉扑对于那个气垫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为什么要用气垫呢 就是因为它上妆速度很快 而且方便补妆 所以粉扑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给大家试在手上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白 我每次涂都感觉像是死人脸 先半脸来给大家上一下这个气垫看一下 小瑕丝还是有一点多的 我可以先铺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遮瑕力 我就占取了一次 演练性蛮好的 你们看这个对比应该能看出来我这个色号是买的有多白 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白的妹子的话 不要轻易的去碰零零这个色号 就有的时候我去摁这些小的地方的时候 它粉扑的边会在我的皮肤上留下一些像这种痕迹 不能说是很完美 但是起码用起来效果也还不错吧 这个粉扑能五分的话能打个三四分这种样子 然后气垫的遮瑕力大概就是这样子 其实对于气垫来说这种遮瑕力 我觉得还OK 我就占取了一次它的粉底 差不多就能上了半边脸 目前为止它出来的妆效不能说是有光泽吧 也不能说是哑光 就处于两者之间的一个 这个气垫我其实已经用了几天了 然后在我用的几天来说呢 其实它刚上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妆效 半哑光半有光泽感的那种 就寻常底妆那种样子 达不到它说的那种奶油肌牛奶肌的效果 但是等你脸上出了一点点的油之后 它那个妆效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它出油之后的一个妆效 然后为了看它的脱妆情况呢 我这半边脸将会上这个散粉 然后这半边不上 好了记住哦 这半边脸是上了散粉的 这边没有上 现在上完妆大概是12点05分 然后我去把全妆补齐一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下它的一个review 哈喽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 是不是感觉上了腮红还有上了鼻影啊印啊什么的感觉这个颜色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死人白了 然后目前为止两边的妆效都还维持的蛮好的 我这里啊刚刚轻微的有一点出油 所以这里的妆效非常的好看 就有点奶油有点牛奶的感觉 我之前不是在这手上上了一层粉底吗 然后现在我再上一层给大家看一下它有没有氧化有没有变色 就在它周围覆盖一层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色差的 可能还是会稍微偏白一点点这里 这边是我又上了一层的 这边是之前就有的 这边还是会稍微白一点点啊 但也不是会白的特别明显 像PF粉底液那么氧化的那么的厉害 那证明这款气垫它的氧化程度也还OK 遮瑕利作为气垫来说就这样吧 大家都知道的 遮瑕肯定是不能靠气垫来那个去给它遮住的 而妆效来说也还OK 主要就是看它持久度的情况了 其实气垫一般来说气垫的持久度是5到6个小时 因为它很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然后放包里比较好补妆嘛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鼻翼两侧 这边的鼻翼稍微有一点卡粉的痕迹 然后这边还好 这边是上了散粉这边 所以我猜可能它会在一些 比如说我法灵纹的位置啊 可能稍后会有一些卡粉 现在是12点33分 那么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它在一天之中的表现吧 现在是2点22分 然后我出去拿了趟快递 试了一下衣服什么的 总的来说没怎么出汗 但是我这里啊 出了一些汗 所以我用手把一些妆给蹭掉了 其他的方面 诶 这里有一点点干 嘴角有一点干 哦 这里有一些卡粉 这里有一些卡粉 眼下都OK 其他地方保持都非常的完整 哈喽 现在是晚上的 看得清吗 7点40分 然后已经戴妆了7个多小时 将近8个小时 来给大家拉近看一下它的底妆的情况 我这里我的人中这里已经脱光了 因为我这里出了非常多的汗 然后每天去擦这里 所以就已经脱光了 然后还有嘴角啊 这些比较容易干的位置会卡纹 还有鼻翼 法灵纹的位置你们也可以看到 会卡了一些些这种纹路 有轻微出油的地方 它这个光泽感还是蛮好看的 因为今天长沙其实并不是很热 所以我没有出特别多的油 虽然出去了一趟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我这边出油稍微多一点的这个鼻翼这边 比这边情况要稍微好一些了 其实我觉得以后应该可以不用上散粉了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不太热 所以出汗不多 那天我出汗比较多 那天是这面没有上散粉的脸 算是油光盘面了 就是总的来说作为气垫 它的持妆力还不错吧 作为一个79块钱我买了 还包括了一个替换装的一个气垫来说 我觉得它已经非常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效果了 就是色号没有选好 如果选的色号的话 这个底妆应该会更加漂亮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我这个脸真的是白的不行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